今年夏天,火箭角色球员变动较大,风险上相继失去了阿里扎与巴默特。 但莫雷通过运作招来了詹姆斯、恩尼斯与安东尼,已经做出了最大的止损。随后莫雷的另一笔操作又被球尼纷纷叫好,那就是送走了安德森。并不是说安德森不好,只是他暂不适合现在的火箭,不过火箭也付出了一个新秀的代价。 今夏火箭用46号牵选中了控球后卫德安东尼·梅尔顿。在今年的夏季连赛中,梅尔顿表现出色,场均能拿到16.4分7.2篮板四助攻和三抢段夏季连赛最高。 正是因为这样的数据火箭一直舍不得放弃离开。毕竟这是一位值得培养的新秀,但火箭最终还是放弃了它。 原因很简单,双方在合同上一直谈不拢,因为对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。梅尔顿希望与火箭只签一年,然后在明年夏天争取更大的合同。这样的条件球队是肯定不会答应的。 随后梅尔顿就成为了安德森这笔交易的筹码。梅尔顿还因此换了一家经济公司。 今天早些时候,根据记者的报道,梅尔顿正式与太阳签约,双方达成一份为期两年价值230万美元的新秀全额保障合同。 薪资不是太高,事实上,这位新秀实力还是有的。 目前太阳正在重建的路上,球队又缺空位,所以梅尔顿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,有机会成长为一个不错的角色球员。 届实火箭会不会感到有点可惜呢? 在这边,我们会感到有点可惜,整个地方。 就像这样子,这边ой星馅线的工作室。 无论中词,这边在感觉上是非常无级的地方。 无论中词,我们会感到有点可惜,整个地方的价值和 posts。 我们会感到有点可惜,整个地方的地方。 平后,有点可惜,我的技力人一起留下的是可惜, 真相箱的好奇,就可以做成的内容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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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